好,谢谢,谢谢你三位,我们主位上见 再拍一张,再拍一张,看我就行,看我就行 好的,接下来我们有请新闻演员沈月,新闻演员王一博 好,看见灵动的90后,沈月时就有了清甜乖巧的麦感系织和灵动的表演风格 王一博大家也是非常熟悉 有着与生俱来的舞蹈节目和综艺感曾经参与我们的电影 梦想和我人 任我把新春大化西游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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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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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再次感谢二位,我们重归上线,希望进行各种作品带给大家,谢谢 好,接着来走上我们红台的是青年导演大鹏 大鹏的多部电影作品都许多了非常好的成绩,2015年平均地金饼侠将过 清天乖巧的外感性格的临动的表演风格,王英国大家也是非常熟悉 有着余生俱来的舞蹈天赋和综艺感曾经参与我们的电影 共享和我们日舞法新春大华西游三 来,两位一起中间 来,两位在这边,两位在这边 来,凌云,看一下中间,两位一起中间 凌云,好漂亮 好的,再次感谢二位,我们重归上线,希望进行各种作品带给大家,谢谢 凌云,加油 好漂亮,好漂亮 好的,开心灵动的周云后,神月时就有了清天乖巧的外感性格和灵动的表演风格 王英国大家也是非常熟悉 有着余生俱来的副和综艺感曾经参与我们的电影 共享和我们日舞法新春大华西游三 来,两位一起中间 来,两位一起中间 来,两位在这边,看一下这边 来,等于,看一下中间 两位一起中间 凌云,加油 好的,再次感谢二位,我们重归上线,希望进行各种作品带给大家,谢谢 第一部香港电影叫做《新少林》中作 那个时候不是在电影院看的,我们是在家里的那个电影频道上看的 虽然那个时候我还很小 哦,她的是那个国语版的配音我看的 虽然那个时候我很小,但是我已经分得清楚 国语,呃,内地片和香港片的区别了 你们知道怎么区分吗 就是,香港电影的配音演员,他们都会有一种那种 约定俗成的一种腔调 一听就能听出来 嗯,然后 后来我上高中的时候上编导课嘛 就要大量的开始看电影 当然也包括不少港片 然后考试最容易考到的就是王家卫导演的《重庆森林》 我们要给这部电影写影评 所以那段时间我和我的同学们就非常疯狂 呃,平时走路啊,开玩笑都会用王家卫起 就比如说,我们去食堂吃饭 评价一个食堂的阿姨 我们就会说,呃,我和她相遇的时候 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20公分 我对她一无所知 45秒后 她从窗口给我打了一份饭 还有就是 放假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去逛超市 大家就会找 5月1号过期的凤梨罐头 找到了呢 就代表下次考试一定会有好运气 好,谢谢